大家好 經常有人問 在澳洲以外登記的婚姻 澳洲政府是否承認 例如這個網友問這個問題 他說他在台灣結婚 打算申請澳洲的309或1100簽證 他擔心澳洲政府不承認他在台灣所登記的結婚 他問是否一定要在澳洲重新登記一次結婚 這樣的婚姻才能獲得承認 非常明確地告訴大家 澳洲是承認世界各地的婚姻 其實這個道理 你想想一層就明白 如果不承認世界各地的婚姻 世界就納納亂了 例如美國總統特朗普他在美國結婚 如果澳洲不承認特朗普已經結婚 他就可以在澳洲再娶一個女生做太太 如果台灣不承認特朗普已經結婚 特朗普他又可以來台灣再娶一個女生做太太 如果新加坡又不承認特朗普已經結婚 他又可以來新加坡又再娶一個女生做太太 他一直反反覆覆 變成特朗普可以在全世界200個國家和地區 分別娶一個太太 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 婚姻法面前也是人人平等 特朗普如果可以這樣做 即是你也可以這樣做 世界就納納亂了 因此世界各國都承認其他國家的婚姻 但也有例外的 譬如說在馬來西亞回教徒可以娶四個太太 在這種情況下澳洲就不會承認這樣的婚姻 所謂不承認的意思有兩種可能 第一他只是承認其中一個婚姻 第二他乾脆認為這個人犯了重婚罪 因此如果你在澳洲以外結婚 無論結婚的地方是台灣、香港、澳門、中國大陸、韓國、日本、新加坡 還是什麼地方都好 只要你不是重婚 你的婚姻都會得到成形 其實在很多地方 如果你說自己已經結婚 並且拿出證據 例如結婚證書 一般人家都相信你已經結婚了 反而如果你說自己是擔心 政府部門可能會嚴格去查你是否真的擔心 因為他是擔心你重婚 他因為是要防止你重婚 講到這裡就要講一下 澳洲承認某一個婚姻 跟他查證婚姻的真實性是兩件事 在澳洲的移民概念裡面 例如在309、100、820、801的簽證申請當中 所謂的婚姻真實性 意思是這個婚姻不能純粹以 獲得澳洲永久居民身份為目的的婚姻 所以在澳洲以外登記結婚 澳洲政府是承認的 不需要在澳洲再重新登記一次結婚 同樣的道理 如果你在澳洲以外出生 澳洲是承認你在澳洲以外出生的 你不需要來澳洲再重新出生一次 也不可能在澳洲重新再出生一次 同樣的道理 如果你在澳洲以外讀小學 澳洲是承認你在其他國家讀了小學 你不需要來到澳洲重新讀一次小學 其實這些是常識 你冷靜點想想就會明白 好了 今天解答問題就到這裡 有問題歡迎問 請訂閱 嘿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